大家好 我是冯长兴 宫廷柔性无痛症骨术的主讲老师冯长兴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肩周炎 其中的肩胛骨错位的临床诊治 肩周炎是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病 他的胳膊抬不起来 胳膊痛 包括肩膀的沉酸麻痛 甚至会影响很多动作都实现不了 正常的生活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那么其中引起肩周炎的原因很多 其中肩胛骨错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因 因为肩胛骨大家可以看到 肩胛骨它是在胸 就是雷骨后面 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块骨头 那么这块骨头 它既可以旋转 也可以上下的移动 还可以向内侧向外侧的移动 它参与到整个的上臂的活动 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如果这个肩胛骨发生了一个错位以后 可以直接导致这个胳膊 不能实现很多的这个动作 这个肩胛骨 它在这个雷骨的后面 它会发生各个方向的一个转动 所以在临床中我们发现很多造成的肩周炎 很多实际原因就是这个肩胛骨发生的错位造成的 比方说这个肩胛骨发生了一个向内 这个转移以后 那么它外面的空间就不够 你相当于这个骨头 我们的这个上臂这个活动 反而就会受限 它如果发生了个旋转 旋转那么相关的这个肌肉 这个生活力学就会改变 所以呢 把这个肩胛骨进行服务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调理肩胸炎的一个治疗手段 那么具体的那个诊治和治疗方法呢 我们一会儿再讲 肩胛骨错误的诊治呢 大家首先是让患者呢 可以站在你面前 也可以让他坐下来 你来观察两个肩胛骨啊 它的形态上是什么样的状况 还是我们统一的那个标准 我们是以它没有症状的那侧 叫见侧 以有症状的这侧呢 叫患侧 我们参照见侧来看 患侧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旋转 什么样的错位 那我们观察 首先呢可以观察 这个肩胛骨的下角 在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我们检查的方法呢 我们是站在它的后面 站在它的后面 两个手分别放在它的下角 如果它的肩胛骨呢 外形不是很清晰的 因为有的人可能不清晰的 你可以让它稍微一倍 两个手一倍呢 就可以显得清晰一些 然后找到这个下角了以后 你看是不是在同一条线上 那么它呢目前来看 左侧的这个稍微有点低 你观察它的两个肩胸 也是这边比那边稍微有些低 那这也是和这个表现是一致的 就说明这个肩胛骨是有点往下移 再呢就要看一下两个下角 肩胛骨的下角 离它的脊柱这个中线 它两个的距离 这个距离和这个距离比 如果这个距离小 这个距离大 那说明换侧还发生了一个下角向中心错位 这种错位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的主甲骨的上面 您要仔细看一下 上角 因为有的也会发生向内或者向外的这么一个错位 您要比较一下 那么通过外观 知道了往哪方向错位了以后就要复位 好 我们以它的这个向下这个错位 复位为例 给大家讲一下手法 它往下错位了 我们复位的方向是向上 向上 向头上的方向 叫向上 那么我们让它侧躺 换侧呢 再上 来 把它胳膊呢 让它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 叫它做到这样 也就是说把胳膊后背 有的人做不到 你不要勉强了 因为它来可能它是肩不来 就是痛的 它可能过不去 那你也不要勉强 你能做到什么样 像什么样 目的是 让它尽量是 你能够很清晰的摸到 感觉到 它的这个尖压骨 尖压骨 所以呢 如果能让它后背的话 你可以更清晰的感觉到这个尖压骨为好 然后你把手 从小指包饶它的尖压骨的外侧 叫内侧 从小指包饶尖压骨的内侧 然后大鱼 这个鱼迹呢 是顶在 这个尖压骨的下角 整个手掌护在 它的这个尖压骨上 在这个技术上 让它 先跟我们抵抗 吸气 抵抗 来吸气 抵抗呢 是它往下走 你往下 你吸气的同时 抵抗往下走 我们呢 是顶住不让它往下走 对 然后呼气放松 呼气 放松 对 它放松 所以我们就往上推 因为它往下了 所以 所以我们往上推 好 再吸气往下抵抗 抵抗的时候 我们顶住不让它往下走 好 呼气放松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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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呼气的时候放松 好 如果你手往上滑了 你就再重新调一下 重新回到 能顶到它的这个尖压骨 好 再来 对 呼气放松 放松 呼气的时候 一定要呼气的时候放松 再吸气抵抗 呼气放松 对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它推上去 那当然你 你也可以用两个手就顶住这 两个指头就顶到这 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 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习惯 你只要明白了我们要运作的方向 想办法能够拿到它 捏到它 然后按照刚才说的 关键点就在于 让它要吸气的时候跟我们抵抗 呼气的时候放松 而它无论是抵抗还是放松 我们的作用力都不要松 都向这个方向推 就可以了 其他的方向的错误呢 也是可以参照这个原则 那么它的体位 你根据你需要往哪个方向错误 你往另一个方向来推 你怎么样得劲 怎么样来 让它配合好 然后也是按照刚才说的 呼吸气的时候抵抗 呼气的时候放松 那即便是有一些 比如说它因为种种原因 不能跟我们抵抗 也不要紧 你也可以不用抵抗 抵抗效果更好 不抵抗的话 无非多做几次 也会出来效果 好 谢谢大家